吃饱了 是啊 好久都没有这种感受 你平时不吃早餐吗 一杯咖啡 有胃病就应该吃早餐 不应该只喝咖啡 好的 我们之间的合作推进得很顺利 我非常满意 那你的家人呢 我会通知他们的 在正式签约之前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到时候我也会通知你 总之 经历过这次之后 我对见家长这件事情 充满了信心 这样吧 我送你去医院 你现在上去换身衣服 我在这儿等你 不用了 你这个车太高调了 开机医院不合适 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我们以后要习惯这种亲密的举动 坚持三秒就好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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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了 那我走 去吧 老板早 早 今天如果有信阳呢 渣渣来找我 无论老少 一律不见 电话不接 好的 对了 告诉陆方语 我答应给他开卡了 谢谢老板 为什么是你谢我呀 对啊 为什么是我谢你呀 今天这个发酵的味道我喜欢 还摆了个小爱心 表现不错继续努力啊 好 谢谢老板 那老板您看我的记录奖 是不是 消失 好嘞 来 方语啊 是杨总 您稍等 方语啊 杨总 方语啊 杨总 方语啊 杨总 杨总这 方语啊 陆总您看这 怎么回事啊 杨总来了 您也不提前招呼一声 我 到咖啡招待了吗 没到吧 你瞧瞧 这个月扣奖金啊 下去吧 是 坐 不知道杨总来找我有何贵干呀 放过杨明 我就在下次董事会上 赞成你成立 因为你呢 杨总还真一点惊喜都不给我 既然杨总这么开诚不公的话 那我看这样吧 让令郎公开登报向我道歉 并且发誓 绝对不会再向无辜女性 伸出她的小毒手 再去公安局自首 你 你这是要毁了她 也会毁了你自己的苗生 我又没做错事 毁我什么名声 再说了 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责任 怎么 敢做还不敢当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懂得这种事对你儿子的影响 杨伯伯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也是替你着想的 你爸爸呢 我跟老周认识这么久了 我跟他谈这种事 喂 陆董啊 杨明的事 告 怎么不告 必须告 直接告到老底坐穿 梁董 你来干什么来了 梁董 老陆啊 这事只是个意外 是偶然 这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次就算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教训那修修子 你教训 我开始又不让你们教训 这次有人教训他 你们家杨明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 多次猥亵调气女性 他不是出饭了 这次居然把手伸到方林身上 他是不是活腻了 不想活了是吧 还向方林手中 准备打断他的腿 老陆 你这 我告诉你 这次 诉讼费 律师费 你出 他还不高兴 我告诉你 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哎呀 也不全是嘛 我这跟梁还挺正的 这件事情 你也要好好检讨下你自己 你也有责任 没事 我走了 对了 陆董 正式通知你一声 我要结婚了 接吧 谁要结婚 我呀 你 我 结婚 你怎么就要结婚了 谁让你结婚的 你要我结的呀 我 不是我 行行行行 我 我不问那么多 这个 就问一点 那对方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的 什么学历 在哪儿工作 放心吧 长相非常地帅气 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家庭潮见 是你身上的剑术 剑术 你怎么不去给我找个举重呢 剑术 确定了 那这样 你把他父母和他 都约到咱家了 这结婚大事 我得跟人父母 我得见他面吗 怎么样 嗯 尽快 尽快 这个 三十六床 虽然切除了病灶 但还需要做后续的治疗 那我跟内科定的方案 我再拿给你看吧 林医生 这饭没约上 人直接来了 我这边有两张相声专场的票 上次你说你喜欢 不知道 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不好意思啊 我晚上有别的安排 没关系 我喜欢看啊 我陪你去呗 以前啊 拒绝的 还是倒找个借口 现在找到挺利索的 是不是 不是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不是 夏令 麻烦把三十六床的病例 给我看一下 好 谢谢 不一样了 高领之花又爬来坡啊 不 你这看什么呢 谁要检查这么多 婚姐 我又结婚了 谢了 小李 有人了 那总裁 灵锐 是不是做不财 换了辆新车 你不是说之前那辆有点高调吗 走吧 今天我亲自送你 走吧 去吧 怎么还会有这项目 婚前检查的必须项目 这体检单上的很多项目 都不是婚前那种 还不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 哦 我平时日理万机的 哪有空仔细看这个呀 再说了 你就体谅我一下吧 我呢 有洁癖 非常严重的精神洁癖 所以啊 我必须保证 那个日夜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 健健康康 干干净净的 对你对我都好嘛 再说了 你不是医生吗 医生还怕做检查吗 我又不看了 前两天你不会熬夜了吧 我跟你说呀 做这种检查呀 三到五天之间呀 不要熬夜 会影响结果的 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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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在里面做检查呢 您放心 这种检查对于他们男人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啊 你看上去很专业嘛 我在这见得多了 您是担心您丈夫的生理活力吧 他平时熬夜吗 抽烟喝酒吗 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那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你要带他多运动运动 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的食品 维生素啊 对于男人是很重要的 谢谢啊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 走吧 瞎瞎 你老红看起来很健康啊 放心吧 他会没问题的 谢谢你啊 你要是太忙的话可以不用陪我 不 我不忙 那什么 做好了 整好了 这 这 怎么这么快啊 确定检查完了 我也是医生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直接问我 明天见面 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不用注意 我结婚关他们什么事 他紧张了 明天到场的估计只有三个人 陆文斌你不用了解 因为了解了 也没什么用 他说的话不会让人舒心的 杨怡陆文斌后娶的老婆 一心想着 跟我争家产这出大戏 这么多年了 这出戏也没见他唱起来过 罗芳雨 杨怡的儿子 怕我怕得要死 估计明天啊只知道吃 就这些啊 嗯 小姑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你就是债主的事 那你弟弟哪里 他 他不敢 他不敢 放心吧 有我在呢 好好开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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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